7月26号 卫辉绝口合拢 在这背后有五位车主 舍了自己的大爱车 堵上了绝口 可是到现在 保险付件扣除后 连辆新车都买不起 太让好人寒心了 太让网友们寒心了 他们只是老百姓买一辆车 也许是借亲戚朋友 有的是贷款 我们希望国家给予赔偿 当时有关部门承诺的 赵价赔偿 赵的是什么价 现在赵价赔偿又变成了 讨价还价 实在令人难过 720河南水灾发生后 随着降雨从郑州北上 新乡 鹤壁成为重灾区 7月22号晚间卫河告急 郡县新镇镇彭村 一处卫河河地发生绝口 沿岸数百万群众受灾 也就在7月22号 李永祥把自己贷款买来 刚开了三个月的新车 投进了卫河 这一投是他用命换来的 他驾着车冲入绝口 在最后时刻跳车逃生 而后同公司的李文峰 段永康和李同云先后效仿 终于堵住了卫河绝口 当晚 共有7辆卡车进入绝口 他们被称为堵绝口7勇士 红颜公司的李永祥等 5人位列其中 这5辆投河的卡车里 使用时间最长的 也仅仅才9个月 其外大部分都是 三四个月的新车 投车后的第九天 7月31号 特币市红十字会 举办访讯救灾捐赠仪式 北京华品博瑞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现场捐款500万元 向卫河棚村段决堤时 投车堵绝口的爱心单位 爱心车主致敬 副市长参加了捐赠仪式 这让红颜公司的李永祥 等5位车主都很兴奋 觉得自己有了盼头 当初承诺的赔偿即将到位 然而领赔偿款时 却没有这么顺利 5个人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保险要扣除已使用的部分 附件没有发票的不给赔 车赔偿款直接用来还贷款 5位车主看到这些 觉得无法接受 针对5位车主的情况 他们将联名材料 递交给了信访办 希望向政府部门 反映自己目前的处境 9月3号 信访办和红颜公司 与李永祥等车主 进行了一次会谈 但是这次会谈仍然没有结果 当日红颜公司有关负责人 曾多次表示 应该会给 但是还要走一些流程 但是如今 5位车主现在却有些等不及 因为有的家里要修房子 有的家人生病 有的人心灰意冷 他们不明白 当时有关部门承诺的 赵价赔偿 赵的是什么价 现在赵价赔偿 又变成了讨价还价 实在令人难过 很有型的优优独音作词